首先 接通电源 220伏的具备地线功能的电源 其次 接好气管接头 把压力表调至最少4.5个压 将盖子轻轻往上拔动 顺时针引动 压力表气阀调大 逆时针好小 最低4.5公斤的气 最高可以达到6公斤左右 这比较均匀 当我们接通好电源和气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从附件箱里面取出油壶 往机箱 机头里面注油 首先 我们看到有两条刻线 下面一条红色的线 是代表着机器没油了 当你的油低于红色的刻线的时候 那么就提示你需要加油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加油 当油加满上面这条刻线的时候 就表示加油完成 当油窗里面的油加注完毕之后 我们的缩床也要适当地滴露一点白油 因为新机器处于磨合期 磨合期大概在15天左右 一天必须保持有3-5是最低的标准 往里面滴油 机器必须停止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们点一点油点进去 当注油完毕之后 我们就开始穿线 夹线器这里是从下面往上面走 然后从这里逆时针绕一圈 从夹线器的下面穿 穿入弹簧钩 卡入限制卡槽 整体来说是跟套杰机花样机这些穿线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地方绕一圈 穿入调向感 穿入卡槽 注意两个卡槽的线 要分开放 训续一定要按照好 穿完线之后 保持你的线 稍微微超出针绑 剪断 将电源跟气管都接好之后就可以开机 开机之后 选择穿带 穿带它有一个向上微微撬动的一面 我们是通常把它选择朝上而不是朝下 从这个地方挂入定型碳板 穿入调缓孔 把袋子先放进去 之后再发动这个压轮 把整个袋子铝平成一条直线没有翻转 轻轻拨动 往前擀印 使袋子滑下来 之后穿入这个杆 松动两颗固定板螺丝 往后推动 点击送带压轮上升 抬动 抬动即长度 此轮 将袋子往里面推入 手轻轻推动 手轻轻推动袋子 使袋子靠住内侧板 手不能放 同时按送带压轮下降 紧接着手移动 把固定板向前推入 头部 靠住袋子 使弹簧片微微靠住袋子 固定螺丝 右边 可以适当放松 但是不能 靠紧 你可以微微放松一点点 然后固定螺丝 固定板固定之后 点击切刀 切刀之后 截取废料 测量袋子的宽度 例如2公分8 2公分8的花形 通常我们选择2公分6 因为松阶带会在缝制的过程中 收缩0.2公分 2公分6指的是Y26 点取花样号 选择2公分6的花形 就看图标 现在是2公分 点下一个2公分2 再点下一个2公分4 再点下一个就是你所要的2公分6 在这一页里面 有2公分到5公分的花形都存在在这一页 你可以选取你需要的一个花形 比如我2公分6 点击回车键确认 选取花样之后 我们点击张力表 出场设置是默认为100 我们使用的时候 通常只需要75点张力 过大会导致断线 选完张力之后 点击确定缝制 使机头颜色变成蓝色界面 缝制一个花形 将松紧带轻轻推向前防偏装置 并且踩动右踏板 接着踩动左踏板 花样打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花样的头部 跟尾部都是稍微有一点松紧带的余量 而不是像这一个这样子 花样整体变长了 即就是外方向变大了 那么这样子就会有很多的断线产生 怎么去调节 这里是需要我们操作屏 先退出红质 然后这里有一个Y 这里有一个比例 我们点击按键 这里显示减或者加 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把它减少 减少多少根据 强出多少来决定 比如说我们减少0.5 那么这里就变成25.5 那么OK 我们点回这件确认花形 那么整体Y方向就被你缩小了0.5 点击确认缝制 重新打一次样 就可以看出来是你需要减少多少 当你的花样选定好了之后 你就需要输入你的总长度 比如说你的长度是45 你就在这上面点上45 点击确认 然后把你的单前产量给清零掉 长按不放 单前底数数量也清零 预设产量代表着你需要生产多少条 比如说你的计划单上面是800条 你就输入800 点击确认 当你的预设产量跟总长度都设定完了之后 我们就进入手动调试 首先点击无标志定位 里面会跳出一个叫手动调试的按钮 我们点进去 手动调试 你就可以看到它每一步的动作 首先手动开始 下一步 它的夹料手就会严重至刀口 下一步夹带 再下一步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带子似乎是垂直的 垂直下落 下一步 在第四步的时候 我们选择停一下 取出我们的工具包里面的螺丝刀 三里帮手 松动 后方偏 把后方偏 轻轻的往前面推动 刚好挨住 带子的末端 把螺丝打紧 打紧的时候 左右推动一下 必须有间隙 当后方偏调制完毕之后 继续点击下一步 下一步 测试 当在第七步的时候 松紧带 这头 必须靠准 前盘偏 如果没有靠到前盘偏 就会导致空针断线 下一步 调试完毕之后 接住带子 看看有没有空针 前面 尾部 有没有漏开 粘力是否合适 如果这些都确定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调试完毕 主页 当你手动调试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试着工作一条带子 先点击去准备好 点击开始 再点击停止 那么就只能工作一条带子 重新的去看一下这些线剂 是不是美观 有没有空针 如果这些都没有 那么你就可以准备 测量长度 测量长度 把带子拉平拉直 例如现在测量出来的结果是46 但是你实际的工作 需要的是45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个长度效震功能 上面的中文是这样写的 你确定要效震的长度 请输入 请输入 实际长度 即使指你现在测量的46 你就点击空白 输入46 的实际长度 然后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返回主页 然后你重新工作一条 重新工作一条 重新工作一条 重新测量 现在显示的结果 现在显示的结果为45 因为你刚刚使用了长度效震这个功能 所以导致它的尺寸变得更精准 当你的长度效震准确之后 你就可以正常操作正常工作了 点击机器准备好 点击开始 机器就会有一个循环的过程在工作 当你下班了 你就可以点击停止 那么机器就不会再工作 当你点击完停止之后 机器所有一切都停止工作 没有发生任何声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击off 红色按键 机器就可以关机 就可以正常工作下班了 关闭电源之后 我们要清洁一下整台机器 首先是机器的台板 台板 包括那一侧的台板 然后其次是缩床 包括缩床的剪线装置 然后砧板的台面 翻转夹子 左右翻转夹子两边 里面都要清洁 很容易卡线毛 然后切刀口 重量装置台面 务必保持整台机器 干净